多名村巴代表在屯門福亨村的一個停車場開會 村巴代表指不滿運輸署在檢控業界時執法不公 他們要求運輸署恢復所有非專營巴士的服務群組 包括旅客和學生等 其中經營村巴的營辦商就說 運輸署的做法握殺了村巴的生存空間 我們是到一個完全不能夠營運的情況 已經達到這個情況 我們是選擇不營運 只可以選擇不營運 他們說如果運輸署拒絕回應業界的訴求 不排除會在9月再次發起罷洗行動 到時將會有幾十個屋苑受到影響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林希恩報導